嘿 彤彤 現在你放假了嗎? 有沒有新年?新年你有沒有想說法財? 其實你最重要是說身體健康 要鍛鍊身體 法財那些就是大人講的 讀書就是你最重要的任務 如果你努力讀書就得到好的成績 好的成績就是你的國 你平日不勤力 浪費時間就會浪費你的時間 影響了你的功課 但是你玩又要玩 為什麼人呢? 有時候要娛樂又要娛樂 但是呢? 有很多事情呢? 你要把握 不要沉迷在哪裏 讀書就是根本 運動呢? 就最重要 你如果不運動呢? 身體不好呢? 你就很難得勤力讀書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你就變成了 失了一點 又得了一點 好呢? 努力讀書呢? 好,補充 再來 二嬸啊 六號回來 就是香港啊 你如果放假呢 你會不會帶她逛街呢? 因為她現在不懂路了 你可不可以陪她呢? 她大概呢 回香港都怕有兩個星期的 自己一個? 你有沒有準備 你給點時間陪她呢? 哈哈 哈哈